就是因為它產險有這麼多 包括財產跟責任 所以它可以跟不同的業務做很多的結合 那它就會有場景了 場景就需要保險 那這保險當然不一定它馬上知道 可能需要被我們啟發 所以這一波的疫情的保單 讓整個業界保費都上來 國外產險當然不例外 國外產險在防疫保單的益柱底下 其實我們上半年大概成長了差不多10%左右 今年就是防疫保單 有讓它有個新的動能 我們在未來幾年可能會有的是什麼 我們的綠電 離岸風電這些工程 它工程的未來轉成什麼 採單險吧 這些會有一個新的機會 另外就是我們的一些5加2的產業 這些會有一個新的機會 車檢很多是要透過協商禮賠 協商禮賠很容易就是平印象 但是未來我們就會比較有這種統計數據可以 讓我們離開人有個參考 大概是要怎麼樣的條件 比較有可能雙方達成和解 這個是一個面向 另外可以發掘一些可能有問題的案件 其實殘險的在金融科技的應用場景本來就比較多 受險的標的比較單一就是人 那殘險你可以從人到物到一個更虛擬的責任 可是事實上未來很多的數位環境 它是到某個行業的數位環境去 那時候你一定要透過網路頭寶API方式串接回來 我們的一些行動投保APP 可以減省一些腰寶書 我們電子化的一些作業 我們不免除了用一些數據 就是我們大概可以節省3412萬張的紙張 再結束你來吧